我唱 我怎么唱 出发 在北欧有这样一段传说 一艘永不靠岸的幽灵船 船长受到诅咒一生都要在海上流浪 只有遇到真爱 流浪生涯才能终止 后来这个故事被德国作曲家马格纳改编为歌剧《漂泊的荷兰人》 时隔多年 《漂泊的荷兰人》即将于4月10日至14日 第三度登上国家大卷的舞台 那今天我们将在嘉宾一起前往该剧的会景间 提前感受一下为什么这部剧能被称为歌剧界的三地魔幻史诗大片 那这次是你第一次来参观歌剧的会景间吗 对 是我这一生完全真的是第一次 而且是后台 太容易 这艘船长有12.8米 然后宽有7.5米 高5.1米 是目前国家大卷歌剧里面最大的一个布景 哎 两位老师已经来了 老师们好 老师们好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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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 你们看到这个船有什么感觉呀 大 大 很真实 对 因为这个是基本上按照正常1比1这个比例做的 当时堪称是国内第一个制作 就是全3D真实版的这个荷兰人 画面整个全是爱的一级瓶 而且你们现在站在船上你们感觉不到 开始演出的时候 后面会有十几个人在推这个船 所以他的船是不停地摇摆 就和真正的在那个海面上是一样的 对 两位老师这次应该饰演了一对妇女 对 这是我爹 这是我闺女 大家好 我是女高音宋元明 此次呢在国家大卷版的瓦格纳的歌剧 《漂泊的荷兰人》当中饰演女主角森塔 大家好 我是男丁张文威 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一版的国家大卷版制作的 瓦格纳歌剧《漂泊的荷兰人》当中 扮演森塔的父亲达兰德船长 森塔其实在剧里有没有哪些经典的唱段 可以让我们提前现场感受一下 我的妈 我的荣幸 瓦格纳在这部剧当中给森塔写的一个motiv 就是一个主题就算是永叹调吧 一个我为大家摄唱一下一个头 开头 谢谢 邀请一下我们的钢板老师张瑜老师 祝福 教授 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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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